这两天各个街道上面发放免费发放的物资越来越多 大家收到的东西都是很高兴的 欣喜若狂 但是转念一想又发现好多人都变身成为FBI警探 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商品上的问题一点一点都给挖出来了 当然这个确确实实反映的一点是人民的觉悟是很高的 素质很高 大家对食品安全非常重视 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保供物资当中潜藏着大量的腐败 有很多烂鱼充术或者说以次充好的有人昧着良心发国难财 所以发这个财的人政府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但是确确实实应该把这些冒着砍头风险的人 仍然想发大财的人真的要及时制止住 这要通过系统的管理 当然最好的也就是现在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纷纷的拍照把这些东西留存作为证据 通过网络上传把很多像这些 其实平常315晚会上司空见惯的很多假货 或者这种仿冒 或者说是这种不良货 日期不对的这些东西把它揭露出来 只有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居委会要自己赶紧的自检 因为一旦这些东西进入到居民手中的话 你们都要负责任的 所以相关的组织购买或者组织发放的人 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相应的也有就是不能够打脸 有的基层政府随便便就去回应网民的关切 说菜腐烂的问题 说是运输问题 结果人家外地政府马上发出通知过来 我们的东西都是有全程录像的 每隔4到6小时开箱抽查 是不可能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你们随便甩锅 这个在互联网时代行不通 也不能以这样的态度去敷衍老百姓